我覺得現在作為一個成功的舞打演員 不僅是在你身手需要相當的功力 這個當然是最基本的一個元素 但是最重要還是 每個月舞打演員都需要獨有的風格 我覺得觀眾比較喜歡看見獨有的風格 為什麼李小龍那麼多年來大家都沒有把他當王 因為確實沒有人可以代替他 所以現在作為一個舞打演員 我們都需要找除了自己身手 當然我這個人都傷 但是這個傷也可以用一些意志 可以把它克服 最重要還是每一部電影 能夠找到一些新鮮的一個表達方法 還要融合你個人的一個風格 就可以自己在觀眾心目中可以有很長的一個營聚力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不然的話就算你身手好 但是沒有一個個人的風格的話 很快觀眾會把你淡忘 我沒有一個特別的方向 我沒有一個特別的方向 我想拍的 我覺得每一部電影都有來說 你把自己的角色做好 然後自自然然 到時候電影出來 觀眾就會給你一個答案 就是 是否 你找到的那個角色風格是否是錯以對 完全是看觀眾的反應 觀眾的一個答案 不過有一個有趣的問題就是 如果假設你和黃金國成龍 你連電影都是長期待 年齡的 那我只要你覺得誰會應一點 我選擇不回答這個問題 我覺得這個問題太有 沒有什麼間接性 我覺得陳真這個電影肯定有一定的水準 而且我對於這個電影信心挺大的 因為我覺得一部成功的動作電影 首先 他需要塑造一個成功的人物 在電影歷史告訴我們 比如說王飛鴻 比如說一些英雄的最近 火焰甲 葉問 他們都是把裡面的一個人物塑造好 然後 才可以真正的達到 觀眾的心靈的裡面 所以 陳真這個電影 金無風雲這個電影 首先他具備了一個很鮮明的角色 他叫陳真 陳真本身大家都比較熟悉 所以第二就是 我認為 我自己本身也演過了 以前也演過那個電視版人陳真 比較適合我去演 因為以前我除了演過 我對於裡面的他的性格也 好多方面都挺像我 某些的一些性格上 所以 葉問成功之後 我一直找一個 能夠像葉問這個角色 能夠打動人 很深刻地去打動觀眾的話 找到了陳真 所以我認為 這個電影 最大成功的一個方面 他就是 劉偉強 陳加上把這個角色塑造 然後 當然再加上那個 確實那個戲真的拍得很不錯 陳真可以 這樣形容吧 他很像我以前 年輕的時候的一種性格 怎麼說呢 如果大家覺得 葉問是代表 我們中國民族的一種 內向 內念 謙虛的一個 民族的一種性格的話 那麼陳真就代表 我們現代中國人的一種自信 進取 奔放熱情 葉問如果是一個 用葉問這個電影裡面的那個角色是 如果用來作為大家 一些粉絲的 如果他是一個好老公的話 那陳真是一個好的男朋友 所以他的差別 他的區別就是 怎麼說呢 剛剛已經形容好了 就是一個 你要娶老公 你要嫁老公的話 可能葉問是一個 但是你要找一個男朋友的話 可能陳真是 會 很有吸引力的 對 那麼 沒有打電影的題材呢 近年呢 都是比較 很熟悉的 就是 真話是有的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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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可能 有的可能 在這個 選材方面 有的特錯呢 我覺得角色 當然 除了 請找一些 從來沒有看過的一些角色 是一種方向 但是我認為 不同的演員 去扮演不同的角色 出來的效果也不一樣 這個是一種化學的作用 就不一定去 光是去 請找一個 大家從來沒有看過的一個人物 可能 A的演員 去演 這種角色 出來的效果 跟 B演員 找 演 同樣的角色 出來不一樣 所以還是要 看 整個組合 組合出來的效果是怎麼樣